根据劳工部11月5日发布的报告,10月份美国就业市场出现强劲反弹,非农就业人数增幅超过预期,失业率从4.8%降至4.6%,刷新疫情新低。 数据显示,当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3.1万人,多于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45万人。 10月就业人数较9月大幅上升,尽管后者在劳工部5日的报告中,由19.4万人被大幅上休至31.2万人。 企业就业增长强劲,增加60.4万人,而政府就业人数减少7.3万人。 酒店娱乐业再次引领就业增长,当月新增16.4万人。 在2021年,该行业已经恢复了在疫情期间失去的240万个就业岗位。 其他行业也有强劲增长,包括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的10万人,制造业新增的6万人,运输和仓储业新增的5.4万人,建筑业新增的4.4万人,医疗健保业新增的3.7万人,零售业新增的3.5万人。 10月,工资环比增长0.4%与预期一致,但同比增长4.9%,反映出全年通胀压力的不断加剧,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减少1分之1小时到34.7小时。 失业率下降的同时,劳动力参与率稳定在61.6%,仍比疫情前2020年2月的水平低1.7个百分点,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减少了将近300万人,反映出持续的供应问题。 与此同时,对家庭的调查显示,拥有工作的人数增加了35.9万人,比疫情前的水平减少了大约470万人。 一个更广泛的失业率指标,包括那些想工作但是已经放弃找工作的人,以及那些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,则从9月份的8.5%降至8.3%,在疫情之前,这一比例通常为7%。 这份报告出炉之际,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担忧加剧,尤其是长期短缺导致一些企业无法填补职业矿缺,从而削减了生产和运营时间。 企业一直在提高工资,并且增加其他激励措施,因为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。 自7月份新增100多万非农就业以来,劳动力市场急剧放缓,因为经济学家们大大高估8月和9月这两个月的增长。 与此同时,美国经济复苏也正在放缓,今年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的增速降至2%,甚至低于疫情复苏期间降低的增长预期。 不过最近的数据显示,美洲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不断下降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期间扩大的失业救济项目即将到期。 11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美国生产力处于40年来的低点,贸易逆差再次创下新高,首次超过800亿美元。 本周早些时候,联储会表示,就业增长势头强劲,足以让其开始削减月度债券购买。 这是美国在疫情期间提振经济努力的基石。 但是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强调,在联储会开始提高利率之前,经济状况必须继续改善。 美国总统拜登11月5日表示,我们的经济正在前进。 我们的经济群正在动机上。 这明天,我们语试了,在冬季,我们语试了,在冬季,我们语试了,上升广的量子。 我们语试了,我们语试了,过这两个月,秋天,成为了上升广角称为近远的数据。 20,000 more jobs than previously thought. In total, the job creation in the first full nine months of my administration is about 5.6 million new jobs, a record for any new president. That's a monthly average of over 60,000 new jobs each month, 10 times more than the job creation at three months before I took office.